很歡迎東京國小在我們臺灣 我們歡迎您跟我們三個在這裡領受上帝的問題 基督府為什麼要做禮拜 今天為什麼要禮拜 是因為我們感謝上帝在這禮拜臺灣討論我們 然後我們來現場感謝在這裡學校上帝 最後在這裡領受一個祝福 然後在後禮拜我們就去執行 歡迎您跟我們做過禮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介入一個有愛的家庭 特別說這個主題的時候 最好的方向就是跟青少年跟大人分析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分析的時候 青少年就是這樣 把家長聽說 沒有說你在做什麼 爸爸的跟小孩說 不然你在做什麼 別人都 自己都替別人聽說 總是因為我們在今天 但是我們真的用上帝的話 我們聽我們特別的報問 如果你真的對方 你的兒子 或是你的爸爸媽媽 真有負擔 在那邊 你的當中會有在上帝的手 我相信上帝的親主的段子 這是一個家庭 這家庭 在那個家庭門打開去的時候 你就要面對你的身心 你的兒子 你的太太 在那個家庭裡面 每一間的門 都寫到不一樣的故事 在你的家庭裡面 是什麼樣的故事 在你的家庭裡面 是什麼樣的氣氛 我相信我們都不能好認 一件事 就是 現今的家庭一直在改變 為什麼 因為二婚的人 怎麼會這麼多 爸爸說話好像也不清楚 以前這樣 再來 分外情 怎麼會這麼多 職業婦女媽媽來哪些 再來 家庭的領袖 哪來哪檢查 另外有一個危機是 很多家庭 已經漸漸離開 那些社群的情侶 有一句話這樣說 家綺 國字 然後 天下品 所以我們知道 一個家庭 是一個社會裡面 最基本的 所以 你要當時你的家庭 我不知道我們對家庭是 反正我每天都回去 下班就是去那裡睡 然後 各兩天出來 又變安靜 回去又去那裡睡 如果要人家 只要過了好就好了 我們都沒有花時間去媒體 我們都沒有在那裡 沒有他們有聖經的教導 新教徒他們多重新家庭 他們覺得家庭裡面 甚至是一間小教會 所以他們的爸爸媽媽 都會透過在家庭裡面 教他們聖經故事 臉老婆 懷孕的孩子 因為他知道 我們的聖地 是看到家庭生活的上面 你怎麼看到你的家庭 聖地 很看到你的家庭 聖經裡面 有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阿伯六漢 聖地 金鮮離婦 那個家庭 要讓萬民 在那裡 就很快 就是這個家庭 是阿伯六漢的家庭 今天 聖地的志祢 都已經寫在 心無由來 總是當聖地 越聽我們的家庭的時候 我們知道 聖地 就在後面想要破壞你的家庭 所以聖經裡面 第一個故事 就是亞當跟夏娃娥的故事 當聖地 在那家庭的時候 本來的夫妻很好 一隻蛇 就去跟他講 聖地 叫你不可以吃 那應該是可以吃 連老聖地 說的話 也不一定是真的 他們吃下去後 他們夫妻怎麼 本來是他們早餐 後面就 你怎麼叫我吃 項目 今天回家庭 聖地 在那裡 我們要聖地 在新郎裡面 當亞洲出席的時候 耶穌誕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 有一個西域王 他很不想要 耶穌誕生 所以他不讓亞洲出席 他們說他 就他的王 那個房屋 當時 他就跟所有人說 你們去跟那個 兩歲以內的男生 都跟他打死 兩個孩子孩子都要死 因為為什麼 當一個家庭破壞的時候 上地美好之餘 就不可以在那裡 就這樣 他說 各個的 總裁 他都跟一句話 他說 我們兩個 我們每一個人 都像這個小丑 我們手裡有幾顆球 一 二 三 四 五 這五顆球代表什麼 健康 人家代表你的工作 人家代表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還有你的靈魂 你的靈魂 沒有力球裏面 有一個是用玻璃做的 有四顆是用玻璃做的 其他一顆是用塑膠 就是來用塑膠 就是你的工作 這五顆球裏面 一顆是塑膠做的 就是你的工作 你可以落下去 對嗎 還可以彈起來 落幾次都忘記 總是其他四個家庭 朋友 靈魂 你的健康 你的健康 就像一顆玻璃做的 今天我們的健康 就像一顆玻璃球 我們的家庭 就像一顆玻璃球 甚至 我們的朋友也像一顆玻璃球 一樣 你有好好聽笑嗎 我們的家庭 是一個 像我疼的家庭 如果你要有一個 好的家庭的時候 你要怎樣 有良好的 夫妻關係 要做一個好的 爸爸媽媽進城 在家裡 你是都一直跟你的生死完結 一直跟你的太太完結 你看到那個小孩 因為爸爸 臉都很臭 中間那個小孩不快樂嗎 也不快樂 相對 讓我們一個人 在我們婦姻裡面 有一個很好的學生 所以當你在做爸爸媽媽進城 怎樣 你要好好做十五歲的夫妻 就是 在那裡 你們的婦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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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你們的婦姻 在那裡 你們的婦姻 要怎麼照顧 出事 在那裡 我不知道 我們有要做這個嗎 這叫做 吐司 這叫做吐司 吐司 吐司 有人要吃 外面那邊 有人要吃 裡面那邊 有一個結婚三十年的婦姻 她在三十年 週年慶那一天 太太就很賢俗 跟她太太做婚姻 人家做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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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一樣 把婚姻都切掉 人家做一個很好吃 三明治 給她的婦姻吃 跟她的婦姻吃 跟她的婦姻吃 就在這位 在那裡 她太太就把吐司 邊吃掉了 跟她太太在吃的時候 她的婦姻 她的婦姻就跟她說 美女啊 我們結婚三十年以來 我看妳都很愛吃 在吐司邊 今天都讓妳照我一看看 因為我結婦之前 最愛吃的就是 總是因為我看妳三十年以來 這十九個月去吃 我都不敢幫妳討 真愛那些婦姻 她的婦姻最愛吃的是什麼 吐司邊 她的婦姻 她的婦姻 就很想起 跟她的婦姻說 妳是怎樣 以前說的 我最愛吃的就是 她的婦姻 我每天看妳怎麼吃 我想說妳一定很愛吃的 所以我每天都把我最愛吃的 好妳 今天妳對妳的家庭生活 有滿意嗎 妳對妳的婦姻有滿意嗎 這對婦姻 她是一對婦姻三條的婦姻 有一對婦姻六十五年的專家 夫妻去受訪的時候 專家跟她訪問的是 她說 為什麼妳可以做婦結婦六十五年 當情又這麼好 她說 因為在我們世代 人家愛的是什麼 東西壞掉就要修理 不是跟她一樣 所以當她的婦姻剛才的問題的時候 她們一直在修理 她們一直在經歷 我會面對大家看一張婦姻 我們看 就算妳經歷很久 妳跟妳的身心 感情也能夠真好 這種婦姻是一個 一個老夫妻 她對老夫妻 當她的太太 在家庭的時候 她的身心就在那裡跟她平秀 妳要 妳要玩蝶嗎 妳不要一看她的頭皮 妳這次妳要不要再出場 有 讓妳跳個情話 妳讓妳唱什麼 妳要唱什麼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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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是真的要跟她打破 因為她真的在那裡有聽 我不知道我們的感情是怎樣 有一個天 在她們在帶我帶我的兒子去家樂府 我們知道現在家樂府的電腐梯都是便宜 因為那種沒有一口一口 所以很簡單妳就可以看到 大家人怎麼站 第一隊是一隊學生 妳覺得學生怎麼站 情侶兩個浪的 案內二隊是一隊年輕夫妻 她們兩個是坎的 第三隊是一隊年紀比較大的 也是夫妻 所以她是阿公阿嬤 她們是怎麼站 一人站一間 今天我相信這個風學 不然可以把她帶過來 上黑跟年紀最大的夫妻應該怎樣 像剛才浪的 年輕的夫妻都會這樣坎的 因為我們還要鼓勵的人 那如果學生的 最好是保持身體的界線 妳能夠站上去的 我們自己去的 我想在我們的婚姻裡面 我們需要去經營 這是一個節目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生 第二 我要跟大家分享 當妳要有一個好的家庭的時候 妳要照相對所教是妳的 去教是妳的 妳的 這本書是一個婚姻治療師 三題而已 所以下的一本書 這本書真相反應 所以她有出版這本新的 什麼就叫做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 這是她以前所出的 總是因為她銷售很好 所以她再出一本新的 在她的書裡面 她寫到她家庭有一個危機 是因為家庭有一個很巨大的改變 做起今天我們要做一個 優秀的爸爸媽媽的時候 我們都欠貴的一項 是什麼 職前訓練 我們在很多 方式她的請人進行 她都會去職前訓練 甚至當那個工廠裡面 妳也要去做很多職前訓練 不是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家庭裡面 都沒有職前訓練 所以在那裡面 鼓勵我們每一個人 要一直去學生 除了在 我們的教育 人民學生 另外就是 回來上的經歷裡面 如果當我們回來上的經歷裡面 妳應該知道 上的叔叔爸爸媽媽 是一個很尊貴的位分 特別看到每一個爸爸 你所站的那個位置 看到每一個媽媽 在那個家庭裡面 孤單的這裡 第二次事件大戰的時候 有很多鼓勵 去讓人上去護衛院 在那個護衛院裡面 有很多小孩 她在小孩的時候 她不會好起來 她也不會好走 她一直到2、3歲的時候 甚至她都沒辦法講話 是怎麼樣 是因為她欠負爸爸媽媽的擁抱 一個小孩在健康 行動的時候 妳才知道妳一天 要跟妳的小孩接觸 整天 二十八次 二十八次很多 我不知道每一個人 有做到這點 總是說到我們 每一天都跟我們的小孩去接觸 二十八次 我們知道現在小孩有一個問題 就是 爸爸 已經不贏 所有都沒有在家裡 總是有一個建議 跟大家說 如果爸爸 爸爸自己是兒子 照顧兒子 在那裡規範兒子的時候 兒子比媽媽照顧 會成長百分之二十 你的成功率 會比媽媽照顧 還高百分之二十 只要爸爸一周 花一次的時間 去規範你的兒子 就會提升百分之二十 所以它的效率是很好 另外 當爸爸在規範兒子的時候 會讓男生去知道 什麼叫做性別認同 女生呢 有一個小子的爸爸 帶你的女兒去買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有一個爸爸 有帶你的女兒去買什麼 有什麼爸爸帶女兒去買什麼 因為 你可以跟他的女兒說 當你穿這樣的時候 別人是怎麼看你的 我想這對孩子來說 是一個無形來認同一個提升 除了爸爸缺席以外 我們知道現在的媽媽也穿上 這個 有一個女生一樣 這是一個很老做空氣的女強人 但是她的家庭完全破碎 因為她沒有時間去關她的家庭 有一個挑戰說 現在的女生出去外面做空氣的 比率是百分之五十五 甚至超過 所以我們在一間醫生的家庭 媽媽都要去做空氣 媽媽很累的時候 就跟她的女兒交給誰 交給保姆 交給保姆 交給保濕班 或是交給你手裡面的三四三天 就逃過那裡 放她照顧她的女兒 有一個媽媽她的女兒 跟要打國小的時候 她發現她的手 肌肉無力症 因為她交給保姆的時候 保姆都跟她交給她很好 她什麼都不用做 所以當她去拿東西的時候 她發現她開始拿不開 她媽媽到歐巴 她那種辭職不去做空氣 每一天 有的那個小孩在家裡怎麼 減綠豆 下去扣小的綠豆 去調整她手的肌肉 所以她小孩 她雖然她以前沒有上班 總是她的小孩在那裡 受到怎麼照顧她都不知道 所以新聞都怎麼看 蛤 我不知道 我的小孩怎麼會被抓去警察局 她小孩是怎麼會這樣做 我都不知道 既然她在今晚 我相信我們都看到 在今晚 還是在今晚 有一個新聞 她就把媽媽借六萬塊 媽媽不救她 她就把她媽媽擦死 我想這是一個 沒有跟小孩做一個很好的溝通 小孩在忙 我們每一個人 跟我們的小孩都做一個很好的工作 小孩跟我們說 教養孩童 使她所當心的到 就是到老也不偏禮 我們再一起來看一個影片 當你被看你的小孩的時候 在那裡 你會有很多的好笑 也會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我想 在那裡我們可以做回去經歷 她的小孩幫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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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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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幫忙幫忙 配好 最後一頓 祂媽 妳這次 我幫忙幫忙幫忙 幫忙幫忙幫忙 幫忙幫忙 好 可以關掉了 謝謝 我相信當你會訪你的兒子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會超過你層層層 你在裡面有很多好賞的 有很多你不會忘記的 當他住在裡面的時候 你都會可以拿起來 那是一個很好美好的回憶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在你的家庭裡面 訪問你的兒子 靠著主要稍稍告訴我們 去教育他們 正是在這段經文之前 他拿了一頂 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情 這段經文是怎麼會這樣說 不如說這段經文的時候 其實對他的時候是一個親手的條件 當時的社會 當小孩生下來 要起來爸爸的臉上 如果小孩爸爸把這個小孩舉起 就是他要娶這個小孩 如果小孩爸爸把頭抬起 如果這樣這個小孩 他就要讓人丟去街上 甚至當時 你若是做冠的 你的會見比較冠 那個小孩就應該要去探視 因為那個爸爸不在那裡的小孩 今天保留是怎麼說這句話 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是要提醒所有的爸爸媽媽 你的小孩有少爺的影響 你應該更加準到他們 在那裡還要照顧他們 擁起他們 所以在教育生書 三九二十一十也是一樣 我們這樣說 一樣幾乎差不多已經 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所以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來我們來看他這道道 一個小孩為什麼 腿膝在冒火 他媽媽轉 開水開口 我想在那裡的家庭裡面 常常這樣 你有把你的嬰兒 你要靜想去 靜想去 去把你眼神污膜 把你眼神污膜 他說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你這樣拿水這樣跟他 我又沒有說什麼 我說的都是屬性 小孩在那裡蓋到那裡 你自己好像拿水就跟他來 就說那裡有什麼 親愛的那裡 現在 我們的小孩裡面 我沒有想過這麼堅強 我們主要跟他講一話 我們就不會發音 現在的小孩很聰明 他跟媽媽說的話都閃下來 我兩句給你聽 這大概有全部 全部都是說你真沒用 連我看著你就可以 再跟他說你一世人就聰明 我如果沒有你不知道多好 你怎麼沒有別人這麼厚 連我那裡就回到你死下來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不知道我們在 在背貌我們的小孩的時候 我們在每一天 都怎麼跟他教 有一個媽媽回去教小孩的時候 他親上去 他就跟他的小孩說 你最好是出去讓車都輸 他媽媽當作他的小孩不記得 當時他的小孩一直到國小 但他媽媽說這句話 他跟他媽媽說 我感覺你很不愛我 他媽媽說是怎樣 他說因為我在小孩的時候 你跟我說如果我可以叫車都不是 我想這是一個很嚴厲的指控 對小孩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心 他在保留帶親人 心情的外帶親人 你聽我的臉 鼓勵 我們的小孩 誤會的言語一句 都不可以說出口 只要說什麼 造救人的 可以讓你的小孩在那裡 人家的心中 這個人是一個心理治療師 他說 讓我一個人 每一天都要接觸負面的消息 那個負面的消息 他要怎麼跟別人說 你一天有負面的說話 你要用一個微笑的方式 一個青年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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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他爸爸說話的時候 他爸爸有智慧齁 你知道嗎 溫和的回答 會讓他的怒氣消退 你知道嗎 你說話很暴躁的話 很容易激起怒氣 所以他爸爸很有智慧 那個年輕人 跟他爸爸說 爸爸 從今天開始 你都不可以 因為老師說 我回到青春期 所以我受不了打擊 他爸爸怎麼跟他說 他爸爸很有智慧 笑笑的跟他說 好 你真好 不過 你再來 也不可以 你讓我生氣 因為我怎麼 因為我在更年齡 所以我怎麼 耐性有限 我想這個爸爸 是一個很有智慧的爸爸 在你的家裡 在安裝自己的朋友溝通 新年齡人 記載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拉薩魯 他的生命是很辛苦的 他是一個乞丐 總是 當他過身後 他在相對做會在那裡 所以今天 相對用看我們的方式 不是只有表明 你看我們是我們的內心 是你有好的平衡嗎 今天我們的爸爸媽媽 有一個很大的全秘 是我們可以去教我們的孩子 最好 我們要孝敬我們的爸爸媽媽 這是性命的 他們所提醒的 有一個維吾 而也是自己的父母親自 大家 今天你有姻好你的爸爸媽媽嗎 順口爸爸媽媽那麼簡單 沒有 孩子自從開始會嚇嚇到後 他就覺得他自己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看很多人的孩子 他們一直都會衝出去 那如果他跟你說的就是 不要不要 一直跟他青春期的基礎 他也有可能會肚子這種事情 新年齡跟新年齡 兩歲的 他們叫做什麼 恐怖的良歲 因為他們都沒有在聽爸爸媽媽媽的歌 今天 在我們的寺廟裡面 我們才有友好 願意孫敬我們的爸爸媽媽 去問說很好 他說在主義 當我們有跟亞洲基督 親親的連結的時候 我們主人就知道 什麼是相對的心理 我們的意孫敬我們的爸爸媽媽 有一堆兄弟 論流照顧他們的爸爸 他們的媽媽 總是他的哥哥很好 他們的弟弟普通 但是他們兩個就是人 照顧三個月 每一次的媽媽如果去弟弟那裡 就沒想到回來 總是在哥哥這裡的當地 就很好的鄉守 因為哥哥很好 每一次只要去弟弟那裡 媽媽都沒有什麼 只要回來就說 可以連結了 有一天這個哥哥就真的跟他媽媽說 因為我去弟弟那裡 他媽媽說 因為我去弟弟那裡 他每一天我去睡的時候 都不會我開工 被人幫我按摩 但又在你家 我每天跟他看 很好看的電視 你整天真正的看著 孝敬我們的父母親 我相信 每一個人會結論 第三次 他說孝敬父母親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一條帶著應許的建議 等我們跟我們的爸爸媽媽 關係怎麼會怎麼好 你的家庭的改變 你的家庭的改變 你的家庭的來心也會快樂 我們三天 大家記得 聽我的日子上 我們感謝你 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家庭 主要說 總是我們知道 在家庭裡面 我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個性 所以我們相對你 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有疼 讓我們有對相對來的地位 我們可以在家庭裡面 蓋著一個福尚三天的家庭 主要說 我們要祝我們所有人 在這家庭 都擁有在相對你的手中 我們相對你 祝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庭裡面 讓我們跟父母的關係好 讓我們跟姻愛的關係 哪來哪好 祝我們你的祝福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現今我們感謝祈禱 祈禱聖課 祈禱聖課的聖誼 阿們